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遭到严重掏空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积极抢修 不过两个礼拜后 再度遇到耐格台风和东北季风 共伴影响降下大雨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再度到现场关心 施工单位预估10月31号晚上 道路可以抢通 让车辆通行 七公顿的货车在大雨中不断倒车 运送一次6立方公尺10块进去填补 滑星一路路基摊方的坑洞 施工单位预估大概运送160车次 大约1000立方公尺10块 填满盘方地点在由怪手铺平压石 由于10月16号左右 受到泥沙台风和东北季风 共伴影响降下豪大雨 七堵华星一路道路路基 遭到严重掏空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积极抢修 抢修两个礼拜后 再度遇到耐格台风和东北季风 共伴影响下的豪大雨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暂停选举拜票行程 再度到现场关心 施工单位预估10月31号晚上 道路可以抢通 让车辆先通行 方便当地居民可以进出 然后今天的话再把所有的 弄扎实一点 然后再铺上细砂 那细砂这一部分做完以后 先让人车都可以通行 之后要等到天后 天后来到时候最后一层的 看那是水泥还是柏油路 在做最后的评估 那这一边我看那个整个排水系统 也弄了二三十只的排水系统 那未来的话 这表示这个路面的话 以后的渗水情形就比较不会发生 那也再次的谢谢我们 公务处的相关单位的努力 还有我们承包厂 那种潜力的配合 那也希望能够 这个工程能够迅速的完成 当地居民则是非常感谢 张耿辉议员从道路装断以来 持续的关心和帮忙 也我们谢谢 也要谢谢我们那个市议员 张耿辉先生 大力的支持 监督 我们这个道路才这么快 就会修好 你看我们发生这个事情 17号发生 到现在十几天 他就赶快把这个道路 抬通给我们 目前施工单位也将在道路旁边 用蛇笼填满石块的方式 设置重力式的挡土墙 防止摊坊 也让车辆在夜间通过时 可以更加安全 另外张耿辉也接获民众反应 和当地泰安里长詹仁豪 前往同样是 两个礼拜前受到泥沙和东北季风 共伴豪大雨侵袭 导致摊坊的泰安路段查看 不过这两天同样受到耐格台风 和东北季风共伴影响下降下的好大雨 部分边坡土石又开始摊坊 影响抢修工程进行 张耿辉表示已经和市政府联系过 这段道路边坡必须等到豪大雨战歇之后 才能继续进行抢修复旧工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不管是翠玉白菜还是清明上河图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丰富世界文明 为了方便基隆学生探究文物历史 提升艺术鉴赏力 基隆市政府和故宫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故宫丰富的数位资源 引进基隆市政府开发的香机宝MR 让基隆学子在线上就可以进入故宫 认识文物寻找国宝 基隆市副市长李永发 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黄永泰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故宫拥有文明世界的珍贵文物 及丰沛的教育资源 因此希望与近几年 推动智慧教育有成的 基隆市政府方面共同合作 将馆藏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透过网路导入学校 全国大家都知道 整个基隆市完全改变 不认识硬体外面的改变 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想到 其实故宫有很多教育的资源 还有博物馆的专业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人 跟地方政府能合作 那这个部分呢 再加上我们发觉 那个市政府 在那个一些专案上 尤其是智慧教育 以及呢 在深深有平凡 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数位 还有我们的展览可以结合 所以由于这样 我们就制定了一个 首位的一个合作的计划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表示 市长林永昌上任后 积极在各校建构 智慧教育相关设施 这次与故宫的合作 就是希望引入故宫 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 帮助基隆学子探究文物历史 并能提升艺术鉴赏力 我们所有的网路 所有的科技的设备 新创的教室等等都具备 那这有了这些设备 当然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 当然我们自己 也有开发一些APP 那相对的资源 如果去融入共同运用 让教育能够发挥到极致 那故宫这一次的合作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故宫所有的典藏相关 都会有数位化 那数位化能运用的部分 那故宫也是一个教学 解说的这个环境 那能够提供我们 在这方面更加的 让学生们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除了把故宫数位资源 融入基隆市政府 香机宝MR扩增实境教学APP 由首富寿门带领学生 认识故宫文物寻宝 未来双方也规划 将故宫高仿征复制国宝书画 到基隆市各校巡回展出 故宫副院长黄永泰更宣布 基隆市学生只要凭乐学卡 就能在故宫礼品店 以基隆专属优惠价格购买 期待基隆学生与家长 可以到故宫享受一场 知性有趣的深度旅游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疫情期间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是最辛苦的一群 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在招委邱太元带领下 到基隆长根 以及布立基隆医院考察 了解疫情后期医疗量能调整 并且向医护人员致意 代表民进党参选基隆市长的 立法委员蔡适应也陪同参加提出相关医疗政策 希望让基隆市民获得更完善的医疗照护服务 在招委邱太元带领下 包括立法委员尤玉兰 陈玉珍等立法院未还委员会成员 到基隆长根医院及布立基隆医院参访考察 一行人先到基隆长根中央检验室 了解新冠病毒PCR检验流程 并参观各形式病房设施 由于疫情期间第一线医护人员最为辛苦 未还委员会除了来为医护加油打气 也希望了解这两家基隆大型医院 在疫情趋款后的医疗量能调整 蔡适应委员 刘逸兰委员 还有我们陈毅珍委员 我们共同一直都是关心 我们人民健康的委员 今天在雨中 也要来这边给我们的医疗 人员最大的温暖 同时我们政府那个 我们卫护部长官也有过来 我们共同来看看 在疫情当中 当中的发展的经验 我们累积给台湾 然后疫情以后 我们怎么样看基隆长庚 怎么样再把医疗的量能 做到最大 基隆长庚医院方面回应表示 院内的新冠患者专责病房 在疫情最高峰时 占了全院病房数20% 随着疫情趋缓 目前已经调降到8% 共63床 院方将视疫情发展情况 适时进行调整 陪同立法院未还会参访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金融市长的立法院蔡世英 也提出他的医疗政策 除了延续林侯昌市长老人免费装甲牙 及降低施打肺炎链球菌 年龄到65岁外 蔡世英表示 上任后将推动 市立医院部分转型以长照为主 我们认为长照的机构要由市政府这边持续来推动 所以我提到了未来的市立医院会转型 有部分会转型为长照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长照的量能的能量 那再来我们当然会鼓励民间持续的推动长照的议题 另外蔡世英也计划将各区卫生所升级改制为健康卫生中心 落实成为里林间最重要的民众健康促进单位 我们七个区的卫生所 是应该把它改制成健康卫生中心 让它成为一个里林间最重要的健康促进的单位 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让我们的卫生所从过去比较官僚的体系 变成一个服务市民的一个中心 也成为各区市民关于健康咨询 最重要的一定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几千事前这是我们未来 未来持续来推动 蔡世英也强调 基隆市卫生局将持续深化与基隆四大医院的合作 协助扩大医疗量能 并配合中央政策 鼓励更多医疗机构进驻基隆 让基隆市民能获得更完善的医疗照护服务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特别来到安乐市场为小爱爸爸谢国良助选 这次选择到安乐市场来走透透 虽然天气不稳定 但是现场人气沸腾 在风雨当中明显感受到选战加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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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谢国良也用在地的巷弄美食来招待蒋万安 好吃的龜丫汤跟澎湃的小菜 让蒋万安留下深刻的印象称赞连连 还有那个Q弹 因为它手工做的 纯手工做的 对 它有那个香 它不会像有的是摇起来硬硬的厚厚的 很有弹性 很有弹性 那是Q弹 市长你吃吃看我们基隆的吉伯拉 吉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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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伯拉跟甜不辣不一样 吉伯拉是我们基隆特有的 特有的 对 很特别耶 比较Q 比较Q 又更Q一点 吉伯拉 比较有嚼劲 比较有嚼劲 我听到吉伯拉叫族冷会很神奇 比较吃起来 比较有的 很好吃 跟族冷会很不太一样 很好吃 很好吃 它就是非常滑嫩 Q弹 然後它就是 有的其他家会咬起来比较硬硬的 好然后就是 它那个 汤也进到这个Guyile的里面 一个味道很香 而且它的湯頭是由紅蔥頭爆香 然後再加上豬腸 這是一絕 很好吃喔 對,紅蔥頭好香喔 講一下說你吃這個感覺怎麼樣好不好 就像剛剛外面講的 非常的香,非常的Q 然後呢,這個腸子也非常的脆 但是我吃龜阿條,我是很喜歡配不一樣的小菜 剛好這個滿盤的小菜 你看我都不吃,沒跟你講這樣子 脆配吧 我從國小就每天吃兩份 真的好吃耶 它比較薄,坦白講 薄得厚 台北有的是厚,一咬就硬硬的 做吧 它是全熟的 像純米漿 它有那個,就是那種蜜香 你有加粉,你有上菜 我有煮乾碗耶 第一碗完勝 它有乾的,還有第一碗 它現在有一碗乾的 乾的加辣 你也有碗,好好吃耶 換乾的,換乾的 不會啦,還不錯啊 我幫我來拍個小吃兩碗,不錯啊 真的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他真的吃兩碗 其實,官安市長他是硬撐的 因為太好吃 他硬撐的 眼睛 周邊的變得太快的 還有點脆脆的 他這個很嫩啊 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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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來幫我 來來來,給大家一下 來 我們講萬安加謝國良 加上我們台北基隆的議員必勝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講 我講 國安連線 大家講國泰明安 講三次喔 國安連線 國泰明安 國安連線 國泰明安 記者黃日生,基隆報道 為在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的主恩兒童之家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或是新北市政府 轉介來受虐或是受暴接受保護的安置兒哨 而被稱為江奶奶的善心人士江美妮 特地發起購買主恩兒童之家桌立 幫助弱勢兒哨的活動 呼籲社會各界響應 一起來幫助這群弱勢兒哨 包括市議員莊景田以及韓世玉 每個人都拿著一本主恩兒童之家出版的 2023年愛心桌立 呼籲社會各界一起發揮愛心認購 協助主恩兒童之家 籌措照照顧孩子們的經費 這是被孩子們 暱稱為江奶奶的善心人士江美妮 特地發起購買主恩之家桌立 幫助弱勢兒哨的活動 桌立太多 沒辦法送那麼多人這樣子 存捐款 不管是存捐款還是桌立 不管你是訂購一本兩本 或者說捐幾萬 我們都非常非常感人大 其實社會也有照顧網 那照顧網這個區塊的話 其實也不能落下 那所以說剛剛有講到說 像我們可能本來基隆市的話 是在我們可能中學以上 但是現在中小學也有 但是相關的資源的話 還是要靠我們各位 在座的各位 我們會長 各位審敗 那大家一同的支持 以及努力呢 才會讓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以及呢 我們社會的照顧網 更加的健全 這個環境跟人家比較不一樣 最重要 要感謝我們的執行長和主任 你們這些弟兄姊妹 長期在這裡付出 讓我們能夠溫馨的成長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社會 我們這些善心人士 取自於社會 用自於社會 讓後面的這個後面 我獲顧自由 會在基隆市信義區 深奧坑路的主恩兒童之家 是由財團法人 紀志文盛道基金會成立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 轉介來受虐或受暴 接受保護 六到十八歲之間的 弱勢安置兒哨 對於來自市議員 街頭藝人 殯葬業者 以及獅子會會員 和江信中青會等 各界善心人士的幫忙 執行長徐華強牧師 由衷感謝 出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 還有家家的孩子 對這個社會是有貢獻 再一次親切大家 這次的活動 總共募集到 將近八萬元的善款 目前主恩兒童之家 總共有包括 國小國中和高中 二十九名安置兒哨 歡迎社會各界 一起來關心幫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是童之偉 四年來我推動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廟口自來水管 振興委託行商圈 讓年輕人留下來 基隆要持續進步 請堅定支持 唯一支持 認真做事的童之偉 我是鄭文婷 我推行愛心冰箱 還有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鄭文婷有一個 會讓我願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薦她的原因 是因為她有正義感 仁愛區好議員鄭文婷 恳請支持 為了改善近海的海洋資源 基隆區漁會 台電和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合作 在基隆市濱海休閒園區 展開漁苗放流活動 現場有150名海大附中的學生協助 總共放流五千尾加辣 以及五千尾石雕魚苗 民眾排成人籠 將裝著魚苗桶子 用人力接力方式 緩緩放入大海 儘管海面上風浪大 但民眾小心翼翼 將水桶往海裡到 海大附中150位學生 親自參與魚苗放流 希望魚苗能夠回到大自然 好好生長 可貴的景點也讓我們認識到 這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賦予 為了讓海洋資源 永續利用 基隆漁會 台電海洋大學 及基隆市政府 舉辦了魚苗放流活動 總計放流 調石雕 加辣各五千條 好 魚苗放流 放流的 總得有調石雕 跟夾辣 兩種 今天是放 我們預計放三萬流 今天是放一萬流 明年六月以前 還有兩萬流 會一起放 今年特地跟我們基隆區漁會 來合辦在基隆市沿海的地區 來進行魚苗放流 那今天預計是要放流 一萬尾 那到明年六月底之前 預計會再放流兩萬尾 總計這一次的放流計畫 總共是三萬尾 那希望藉由這樣的放流 能夠來增加豐富我們的漁業資源 也算盡我們企業的社會責任 魚苗放流 選在海科館 濱海休閒園區停車場 也是每年放水燈的海域 海洋大學透過生態研究 及事前的打標作業 未來將針對這批魚苗進行研究 我們這次有做身上的標籤的打標 就是便於大家能夠知道說 這一批就是我們放流的這個魚 那如果漁民未來或者釣客 未來有釣到這個魚的時候 就跟我們回報 那我們會去追蹤 我們什麼時候放 到牠長大的時候 總共長大了多少 對不對 那回補到底的量有多少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整個放流的效果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在 也是這次活動裡面 也是結合了科學的研究 所以我們除了打標之外 我們還建立了這一批魚 所有的基因庫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這個標 那如果以後我們在 蔡市場裡面 或者是釣客裡面 我們去起樣的時候 就發現說 原來這隻魚是在今天 10月28號放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追蹤 也就是我們結合了最新的DNA的分析 分析技術 除了這次也放1萬鮪魚苗 中區會將在明年4月 再中於海域也放2萬鮪魚苗 期許海洋資源深深不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為了鼓勵清寒學子努力求學 基隆慶安宮每年都會發放2次獎助學金 疫情趨緩 廟方恢復舉辦頒獎儀式 全程都要戴口罩 總共有222位學生獲獎 同學們和家長代表 一一上台領取獎學金 和頒證獎學金的清安宮委員會 來個大合照 獲獎同學領取獎狀和一份獎學金 基隆清安宮每年頒發清寒獎助學金 還與基隆地檢署合作 頒發新希望育苗獎助學金 總計有222名學生獲獲 總計金額945000元 鼓勵孩子們努力就學 這是第一次領 我覺得這可以有效幫助我的成績 我覺得我也會更努力向上 我也是第一次領這個獎學金 我覺得這個獎學金可以幫助我 更努力讀書 生命有助我讀書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我也是第一次領這個獎學金 領這個獎學金 可以讓我去學習更多事情 環保 經營保護後 會開始這個獎學 帶這個獎學獎獎 我自己帶來這個獎學 他說其他國外市都有 沒有市有家人而已 從頭到尾去 從頭到尾沒得好分 所以到這次來 剛才有報告去了 總共有 幾千萬 差不多金兩千萬 那部分不是說都給環保的 所以每一個清涵獎獎金 也有優勢的獎金 千安宮從94年起發放清涵獎助學金 96年起發放新希望育苗獎助學金 幫助金融地檢署關懷了個案 感謝千安宮尤其今年那個新生就是飯堡 第一年就是也是第二學期 尤其我非常感謝同國策顧問 同學委 那個飯堡這個新生人的部分 不一樣的就是說 他從國小就開始就可以 國小的小朋友就可以領 這跟一般的獎助學金不一樣 所以小朋友我都非常非常高興 非常感謝清安宮非常感謝 特別代表全市的中小學的各校 感謝清安宮這將近18年的時間 對各校弱勢學生的照顧 那麼尤其是他們從開始的一兩年之後 就擴大辦理 把照顧的對象還有獎金都提高 那讓可以受到補助的孩子更多 讓這個福氣可以散步在各個角落 那這邊我們要衷心的感謝 也希望大家能夠心存感恩 能夠回饋社會進一步來幫助其他人 這一方面是鼓勵這些學生們大家向上 另一方面是讓社會能夠安和樂利 我想清安宮這個議舉 是帶動我們所有的這個宗教的一個議舉 希望說每一個宮廟都能夠來 循著這方面來做這個獎助學金這方面的 讓學生都能夠得到非常好的一個心情來繼續念書 清安宮每年頒發獎助學金 希望在媽祖的庇佑下 孩子們能夠努力向上 未來有能力時進而回饋社會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基隆警察局破獲一個竊盜集團 三名嫌犯這兩個月經常趁著半夜沒人 帶著各種破壞檢到建築工地偷銅線 或是到自住洗車場停車場搜刮收費機裡面的現金 經過警方埋伏跟肩三名嫌犯通通被逮捕 大半夜停車場收費機前 男子拿著工具把面板打開 看起來像是在修理 但其實是在偷竊 換一個地點也有他的身影 兩名身穿白色上衣男子 手上拿著長長的檢具 快速地跑到洗車場 腳步會這麼匆忙 因為他們偷了東西就怕被人發現 警方調查 由林姓 劉姓和李姓男子 共同組成的竊盜集團 平常就帶著各種破壞的檢狼頭 最近兩個月內 好幾次趁著半夜到建築工地 自住洗車場 停車場等地方行竊 警方接迫報案成立了專案小組 終於追查出嫌犯行蹤 警察 開門 開門 警方拿著搜索票和拘票來到了旅館 現在想逃都逃不掉 另外一名嫌犯走在路上被埋伏警方 直接壓在牆上 當場被逮 本霞近期發生建築工地電線切案 及自住洗車場 停車場 對壁機遭破壞刑切的案件 本分局隨即成立專案小組 經埋伏跟監多日後掌握犯嫌身份 於11日持基隆地檢署及法院核發的居收票 查契靈性主嫌等三人盜案 並起貨犯案用的破壞檢等刑切工具 初步清查 取等犯嫌已在本市連續犯下多起切案 全案於12日依加重切到罪嫌 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並見請檢察官申請羈押 本分局呼籲建築工地及自住洗車場 停車場業者 因加強防窃措施及改善監視器死角 降低自身被窃風險 而支援回收業者 切勿收購來入不明的電線 電纜線等回收金屬 以免處罰 這三名嫌犯釋出犯案以為輕易就能得手 但還是被警方掌握身份 這下子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不假 品喔…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啊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